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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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看 如果等一下是午餐时间 第一个在你脑海中的想法是什么 是1 是2 还是3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个反应是什么 是1比较多吗 还是2比较多 还是3比较多 为什么他煮的特别好吃 那为什么有些时候你在家里煮的却没有这么的美味 可能有些人可能他想的是如何吃得饱 以及他是否能够支付这个费用 对不对 但是今天我在说书开始之前呢 其实想要先破除一些大家的一些想法 在吃得饱 在能够支付这些费用 在懂得怎么样烹饪美食之后呢 是不是我们要去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我们盘子里的这些食物到底是怎么来的 可能你今天去吃菜饭stool 你去选的这些食材食物 那你除了美食美观美味以及价钱合理以外呢 你在吃的当下你会想说 诶 这些食材到底是怎么来的 不管是鸡肉牛肉羊肉等等 在你在下宴的时候 你有想过这些肉是怎么来的吗 我选一有人选三 三都是太太吗 三都是太太 三都是年轻人 年轻人 因为那个花费现在越来越高了 对 年轻人吃菜都多少钱呢 不一定 看在哪一次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了 OK 身为一个说书人 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这本书 叫做吃动物大口咬下的真相 它其实是一本英番中的书 它其实有英文原文的书 就是Eat Animal 不过我觉得它的华文的这本封面 OK 设计的特别好 当你在吃动物的时候呢 除了你知道它是什么肉以外 那其实它肉的背后 这些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值得每个人去想一下 OK 去考虑一下 到底你吃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作者 这个作者其实蛮有特色 他叫Jonathan OK 强纳森 然后他其实以前是写小说的 所以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 其实它第一本非小说 有点像是田野调查类的一些 就是文本 OK 那这本书呢 其实在面试的时候呢 其实是受到相当大的一个欢迎 然后这个作者其实非常特别 你看他的一个背景 他曾经做过停尸间的助手 然后甚至珠宝销售员 甚至牧场看管员 所以他的人生十分多姿多彩的 那我们常常知道说 当一个作者你的生活 他的背景要够丰富 才有办法写出这么多的书跟内容 那当这本书 为什么选这本书呢 其实每个人都爱吃 然后其实每个人都会听到很多说 你不可以吃这个 或者说你应该少吃肉多吃菜 可是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很多人都有很多原因 有些人是为了宗教的因素 有些人为了健康 甚至有些人是为了就是全球暖化 环保等等 但是其实这些都有点 离我们有点遥远 那我们不如就回归在食物的本身 那为什么要读这本书 以及读了这本书以后 我了解到什么 其实就像我的一个tagline 就是当你了解所谓的真相以后 你才会有选择的权利 因为当你不了解的时候呢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这盘食物 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 对不对 然后当他在上节目 在打输的时候呢 他曾经讲过这句话 我蛮认同的 他说我不是要哗众取宠 我是从自己开始改变 OK 他本来也是吃很多肉 可是当他就是生出 就是有新生儿的时候呢 他觉得身为一个父亲 他要为他小孩而负责 相信很多妈妈爸爸都有这种感受 就是当你的小孩出事的时候 你认为你有更重的一个责任 去为小孩的所有事情负责 包括他吃的食物 包括他吃的食物 所以他说他有责任教导孩子 去选择他们的食物 而且他说一句话 改变世界的开始 就是从自身先做改变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了解这个作者 了解作者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之后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本书到底要讲些什么 以及为什么我要推荐这本书 我们常常有一个句子 因为所以 所以常常听到很多人讲说 OK 因为身体健康 OK 为了身体 因为身体要健康 所以要吃素 因为就是吃肉 OK 是残忍的 所以我们要改变吃素 但是其实吃素 这个话题 我认为它并不是一个 所谓二元对立的道德批判 不是因为你吃素 就高人一等 OK 也不是因为你吃素 你就比别人有优越感 其实这个观念或这个想法 是比较要去改变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想想看 这个作者 为什么我喜欢 他在整篇当中 他其实不告诉你说 一定要吃素 他其实没有太强调的是 吃素的好处 OK 但是他也没有强调吃肉的坏处 但是他告诉你的是什么呢 他告诉你的是 他不告诉你怎么样去做好与坏 但是他告诉你 他看到了什么 我们刚才有介绍作者本身有参加过那个 呃 担任过牧场的管理员 所以他通过他的亲身的一个见证 OK 他去四牧场 他去屠宰场 他去以亲身的一个经历去告诉过你 当这些动物在变成你盘中的食物的时候 他们经历过了什么 他们经历过了什么 所以这本书的切入点 并不是说 吃素身体好 会降血压 吃肉不好 因为有什么什么 不是 他是以自己的经历去告诉你 他看到了什么 当这些动物变成你盘中的孤老肉啊 炸七翅膀啊 他们经历过了什么 所以他是提出 我这边写 提出自己的观察 让我们去思考一下 所以这本书到最后 他其实已经不是少吃肉 或者多吃素那么简单 而是深入探讨背后饮食的来源 然后这会造成一个问题 更深入的探讨 很多人都会讲说 OK 吃肉是number one cause of global warming 可是这个你要去打动年轻人 或打动别人少吃肉 可能比较难 因为对于global 网民 他们觉得说 我冷气开地点 不就解决了吗 但是对于那些小朋友们 或对于有养宠物的人 你跟他讲一句 吃肉是number one cause of animal suffering 我觉得animal suffering这个词 其实可以更打动人心 所以作者呢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他去可能偷偷的去潜入 或者他去写信要求 那些市宅场啊 屠宅场给他参观的时候呢 他把他的记录做一个整理 然后写出来 那在这里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点误会 他觉得说屠宅场的员工 可能都是非常残忍的 因为毕竟你手起刀落 在几秒钟之内 你就要把一个动物的生命给结束掉 但根据这本书的作者 他发现其实有些屠宅场的一些员工 其实都是怎么样 吃素的 可能是因为他们想要弥补一些 内心的不安 也可能是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份工作 但是他其实不怪这些屠宅场 那些被 因为他们 他其实要谴责的是人 他有讲一个概念 他觉得说动物会suffer 其实是因为人的因素 人因为要好 要快 要便宜 不知道大家同意这三点吗 我们不管是买东西也好 我们的生活也好 我们的各个生活中的一些欲望 其实都离不开这三要 要好 要快 要便宜 这就造成一个问题了 当以前人 吃肉 或者在饲养这些牧畜业的时候 其实他们还是比较人道的 但是现在 因为种种的发展 OK 变成人家要快速 我要吃好的肉 我要吃高等的肉 而且这个肉 为了要赚钱 他一定要在快 在短时间内 重复的不停的生产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呢 我要便宜 那你想想看 这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要好 要快 要便宜 当所有的人都要好 要快 要便宜的时候 身为一个 怎么讲 畜牧业的一些市主 或者你是一个牧场的一个农场主人 你有办法要好 要快要便宜吗 可能就没办法 那没有办法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就必须要做出改变 所以现在很多的鸡 鸭 牛 猪 它的饲养方式都已经不一样了 接近一点不太人道 然后一一的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希望带着大家 你们在吃的时候呢 不要只注重到底好不好吃 价钱是什么 要去开始想这盘食物 到底是怎么来的 OK 所以这本书呢 其实有几个点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 不只是对动物在做科学实验 因为我们要好 要快要便宜 那你想想看 一只鸡 它从小鸡到可以被屠宰 以前可能要几个月的时间 但现在因为要好 要快要便宜 它就必须透过各种科学的方式 不管是打针也好 不管是基因改良也好 这种其实就是怎么样 在动物的身上做科学实验 所以现在的牧场 其实叫做Factory Farming 以前叫Farming 可是现在就变成工厂制式流水 要快要方便要好管理要赚钱 那在里面的这些动物 你觉得他们的环境跟心理压力 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所以现在动物呢 其实已经不叫动物了 我们常常讲说人工智能 AI OK 但现在也叫做人工动物 它虽然还是动物 它其实是人工加工上去的 所以我觉得说现在的饲养方式 已经不只是在动物身上做科学实验 其实当你吃下这些动物的时候呢 也在你的人身上自己去做科学实验 OK 我们来看一下他举了几个例子 很多人都会吃白肉 白肉的时候就会选择鸡肉 对不对 不管是鸡肉也好 吃鸡蛋人也很多 它有什么问题呢 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讲 以前的鸡 Gumbo chicken 它都是放山鸡 它有一块很大的草地去跑 可是现在为了要快 要便宜 要好 对不对 所有的鸡都在室内饲养 统一管理 每一只鸡都在小小的笼子里 它并没有活动的空间 那当它没有活动的空间呢 它要怎么样去成长呢 它就必须要去打所谓的营养补充剂 对不对 然后这些打出来 OK 假营养的这些鸡呢 其实是相当可怜 它每天就困在那边 你想想看 你被困在一个笼子里 没有办法去动 没有办法去动 整天就困在那边 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那为了加速它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周期 在书里面其实有讲 每个人其实是每天都有24小时 那你睡眠时间 人类都知道要8个小时 对不对 但是为了要加速鸡的生长 所以它就会在室内打灯 OK 所以鸡其实相当可怜的 它每天只会关灯4个小时 所以鸡它就以为夜晚只有4个小时 其他的16个小时 它都在日间 OK 日间的一个活动 这样的一个 怎么讲 我不懂 你知道你是人的话 如果一天只有4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我觉得很快你就会精神崩溃 对不对 那相对的鸡 它就有强制的日照 再来我要讲一个这个 你知道鸡 现在其实有分两种 一种叫做蛋鸡 一种叫做肉鸡 肉鸡当然就是给人家吃肉 例如说你的KFC 你有这些东西 那另外一种是专门下蛋的蛋鸡 那现在已经基因改造成 它的基因 基的基因可以分两种 一种是纯蛋鸡 一种是纯肉鸡 我们先讲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蛋鸡 大家都知道说母鸡会下蛋 还是公鸡会下蛋 只有母鸡会下蛋 对不对 所以如果只有母鸡会下蛋 代表它有保留价值的 就只有母的蛋鸡 那问题来了 剩下的四分之一 所谓的公的蛋鸡 它们会怎么处理呢 它们不会变成肉鸡 所以这些公的蛋鸡 全部都会人到毁灭 或甚至没有人到 就直接毁灭 OK 然后再来去除鸡汁的嘴汇 OK 我看这本书里面还有去讲 它说每一只鸡都关在那个笼子里面 但是因为鸡它不可以动 因为关在笼子里面嘛 所以它用它的嘴汇 就是那个嘴巴尖尖的部分 它会去啄 这是它一个生活 它是一个动力的方式 那为了要鸡不要动太多 OK 就会把它的嘴巴的嘴汇 给磨掉或者拔掉 对 因为嘴汇这个东西是没有人会吃的 对 OK 它就打针 很多时候就会打针 就这边讲的啊 营养补充剂啊 对啊 所以基因改造 所以我们刚才讲一个问题 刚才就是小编他问了一个问题 怎么样吃东西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人 因为人的观念就是要好要快 然后怎么样 要便宜嘛 所以牧场的主人或世主也是一样啊 他要赚钱 很多世主其实可能你养猪的可能不吃猪肉 对不对 可是他们要有什么呢 他们要改善生活 要赚钱 所以要赚钱的话 这个是他的product 所以他们要省钱要怎么样呢 就是像刚才讲的 他们怎么吃东西 其实他们不太吃饲料 我看了这本书才知道 其实很像所谓的鸡牛 然后这些畜面 他们在养的时候呢 其实不太给他们吃饲料 为什么不给他们吃饲料 第一很简单的理由 减低成本 对不对 你要赚钱嘛 所以你要压低你的成本 第二点 因为环境是密闭 是密集的空间 为了要卫生 如果你吃多 当然你排泄就多 然后在密闭的环境 OK 你要环保一点 或你要卫生一点的话 你就不会给他吃太多 因为他的排泄就不会太多 那回到一个问题 那他们要怎么样长大呢 其实有时候就会去注射一些药物或者药剂 那我们看猪 讲到猪 猪虽然是很可爱 但其实猪是相当可怜的 我们常常知道说 猪其实是从头到尾 从他的头皮到他的一个尾巴 几乎在以前都有人去吃 然后猪它为了要提高产量 其实母猪非常可怜 母猪很开 可能就要生九只 然后因为母猪是他的一个赚钱的工具 所以他要让母猪常常在保持在怀孕状态 那什么叫怀孕状态 就是说当他生了九胎以后 他没有给他太多的一个休息 或者康复的时间 他马上帮他去打荷尔蒙 改变他的一个生理期 然后他们也不是自然的一个交配 而是怎么样呢 人工受孕 所以当猪的繁殖变成是一种非自然的一个现象的时候 其实对于这些猪其实是非常的可怜 他们也是减少胃食 减少胃食要增加重量 怎么办 打针打营养剂 最后讲到鱼 有些人讲说那吃鱼 鱼很像是一个比较健康 对对对 又比较环保 不是环保 就是可能 对 他们觉得不痛 但其实你看啊 我们先讲 如果你的鱼是在大海中悠游自在的 但是现在因为工业化的发展 很多水支援都已经受到了污染 所以当水污染的时候 它其实里面有所谓的寄生虫 猪你生病 鸡你生病 这些牛你生病 农场主人都会带大家去看医生 但鱼呢 你就有谁会带大家去看医生 所以他在书里面其实有讲很多鱼其实被寄生虫啃食到体无完肤 这是因为水污染的关系 第二个为了抓鱼 你以为鱼像以前一样就是撒网 然后捞鱼上来吗 没有很多人为了快速 所以他的鱼网的周围都会布满钩子 所以在撒网的时候 他可以把所有的那些鱼啊 这些海产全部勾上来 OK勾上来 那我们讲回到人工饲养 有两个一个是大自然一个是人工饲养 人工饲养就会比较好吗 第一个人工饲养他的空间当然会有局限性 那当这个局限鱼本是自由 OK就是在大海里悠悠自在的 当他受到一个局限性 他其实压力就会很大 就像人如果你住在一个舒适的空间 你的心理压力就会比较降低 如果你是站在一个小的空间 你会觉得自己受不了 相对的鱼也是一样 OK 然后最惨的是很多人都要新鲜的余火 那什么叫新鲜呢 就是上来的时候先不杀他 但是不杀他 你不可能让他跳来跳去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都会用冰冻的方式 冰冻的方式就是让他先昏迷 所以你想想看 他们是在意识清醒下 OK放在冰块上40分钟 让他意识清醒的昏迷过去 那你觉得这些鱼他的感受是怎么样呢 所以回到来讲这么多 其实并不是要为人耸听 OK 其实作者已经讲了 他其实并不是要划众取宠 告诉你说这个不可以吃 那个不可吃 他并不是 他其实是要告诉你 他看到了什么 那所以读者在读的时候 我也希望大家听过今天的吃播 也可以去想一下 你今天从中午吃的这些东西 它是怎么来的 所以回到我们原本的那个问题 盘子里的食物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你盘子里的食物 就是你肚子里的食物吗 不是吗 那我们来讲一下 很多人都有养狗 很多人都有养猫 很多人都养宠物 我们常常说众生皆平等 动物都是平等的 那为什么有些动物在相较之下 就有更多平等的对待呢 你会吃鸡 你会吃鸭 你会吃牛 但是为什么你不会去吃你的 Golden Retriever 或者不会去吃你的Husky呢 OK 所以当我们改变饮食方式 你也希望你对这个世界 OK 也会造成改变 我们常常看这些漫画 对不对 他讲说Love us not eat us OK 然后看到这个漫画我特别喜欢 OK 他说我跟你一样聪明 也会怕痛 然后他就跟这只狗说 那为什么只有我被吃呢 然后这个主人说我一视同仁 我本来还以为他要吃狗跟猪 结果是让三个人怎么样 一视同仁都吃酥 所以希望今天透过这样直播 可以让大家开始去想一下 你如何去吃的安心 或吃的更有爱心 这是我的出发点 我并不是要强调谁 就是我不会做 告诉你说吃素比较好 吃肉包不会 可是我希望每个人在有能力的时候 可以开始去想一下你盘中的食物 当你在吃的时候呢 你要怎么样做一个更安心 而且更有爱心的人 然后我也希望透过今天的介绍 大家可以来今天的蔬食 就是real food OK 来这边享用美食 让大家吃的更安心 也更有安心 然后最后要跟大家介绍这个veg for one OK 所以大家可以scan这个QR码 然后你就知道说全新加坡 其实有哪些餐厅都在这个计划里面 那161间里面 对 所以这是今天我的吃播 然后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餐厅的环境 怎样 耶 嗨 好 稍微慢慢一点 是 来 这样 所以可以大家看到这个环境 然后这是他的一个餐厅 然后这是他的一个吧台 对 那环境非常优美 然后看到有人在用餐 要不要看一下他们的食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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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个摆设全景 其实是一个非常轻松 而且 OK 是一个非常轻松 而且环境非常 OK 自在一个地方 对啊 我们可以转过去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内 内景 设备 对啊 OK 欢迎大家都常来这边 对 那我们带大家看前面 嗯 是 它很像是十一点 如果没有错 很像是十点到九点半 但是中午都晚餐都有 还有早餐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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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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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大家要怎么来 对 等一下 有人会说在哪里啊 OK 它其实很方便 它在South Bridge这边 所以如果你搭地铁的话 你可以从Explanade Second Line Esplanade的F出口 我带大家来这边 呀 我知道最近大家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可能心情都会比较的低落 但是啊 其实你可以看这个环境相当的优美 OK 所以如果你是搭捷运的话 你可以搭Second Line 到Explanade C 这边 所以你就从F出口出来 呀 然后Real Food 真实 就在我们的左手边的第一间 而且相当大间 环境非常的优美 非常的轻松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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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